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脱条新闻 美国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1号发布报告称 美国及其他伊核协议的谈判国秘密同意 在一些条款上给予伊朗豁免 使其可以按时完成协议生效的准备步骤 启动解除对伊朗的相关制裁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佛罗里达州卡纳拉维尔角的肯尼迪发射中心发射台 金城发生爆炸 该发射台是航天私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曾发射猎鹰9火箭 并用以给国际空间站运输补给的平台 目前爆炸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爆炸发生在火箭发射前数小时约90左右 当时发射台周围建筑物有明显震感并冒出浓烟 据报道SpaceX公司原本计划于本周末用无人火箭将一颗以色列通信卫星送上太空 但在一日提前进行的发射测试中却发生了爆炸 美国宇航局说爆炸发生在空军基地的40号综合发射设施 该设施已被SpaceX公司租用 目前肯尼迪宇航中心的应急工作人员均在待命 同时员工正在监测空气中是否有有毒烟雾 佛罗里达州农业和消费者服务部金晨证实 目前确认在迈阿密海滩发现了携带有债卡病毒的蚊子 这也是在美国大陆的首例发现 农业部表示在对从迈阿密海滩采集的蚊子样本测试中 有3例呈阳性95例呈阴性 而该地此前被确认为债卡病毒传播区 佛州农业部官员亚当·帕特南说 对此结果表示失望但在预料之中 目前该传播区已采取了蚊虫控制和诱补措施 截至目前佛州在全州范围内 已经有500多个与旅游相关的案例 43起为当地蚊子传播的案例 佛州卫生部也已经确定在佛州内的两个活跃传染区 一处为迈阿密海滩和迈阿密地区的淮恩伍德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昨日晚间公开发表移民政策演讲 在此之前他特地前往墨西哥会见总统涅托 双方就两国贸易、非法移民以及毒品等问题交换意见 虽然此举引起当地民众抗议 但是两人的会议仍顺利进行 会面后川普公开表示 他对墨西哥人很有好感 认为他们重视社区有坚定的价值观 并强调了墨西哥人对美国的贡献 川普还表示两人还谈到了在边境住墙这一话题 却没有讨论谁将为此买单 培尼亚说墨西哥人对他此前的言论感到受伤 但尊重川普想要建立关系的诚意 据悉聂托办公室也曾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发出邀请 但目前希拉里的竞选团队还没有对他是否会去墨西哥访问 做出最后的答复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 热带气压在昨日晚间继续由墨西哥湾向佛罗里达州西岸移动 并发展成热带风暴 令该州部分地区启动了四年来首次飓风观测 佛州州长斯考特也宣布该州42个郡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8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已经做好部署 将以此来应对风暴 有气象专家表示 届时风暴将带来强降雨 强风甚至龙卷风 据悉昨日佛州部分地区已经遭到强降雨侵袭 有的地区附近甚至因强降雨一度造成交通拥堵 据预计这场风暴将会持续到明日 并给佛州中部和北部带来5到10英寸的降雨 最多降雨量甚至可能达到15英寸 而强降雨也可能引发洪水 当局敦促住在沿海的居民与商家应及时做好防范措施 另外墨西哥湾沿岸部分地区也启动了热带风暴预警 佛罗里达州东岸和乔治亚州也发布了热带风暴观测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于当地时间昨日在北京宣布 加拿大将正式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此后经过半数以上成员国通过后 加拿大将成为亚投行正式成员 莫诺当天表示亚投行代表了国际多边主义的新取向 要在未来全球经济格局中取得成功 必须构建多重战略伙伴关系并实行对外开放 亚投行行长金利群对此表示欢迎 他说亚投行今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已经取得巨大进展 加拿大此时申请加入恰恰体现 加方对亚投行抱有信心 他还表示加拿大在处理多边议题中经验丰富 期待加方提供强力支持 并相信加拿大将对亚投行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据悉目前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已经超过20家 到今年年底亚投行成员国将超过90家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